手游酷玩 大家好 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言是这个 王手荣耀的第一视角 今天玩的是敌人节 这个地方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可以看到我方这个战绩也就怎么样 这地方抓到一个落到荒木兰 然后一个二技能解控 一个一技能 但是打错了人 直接被带走了 我方现在人头是17比32 然后对面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前期我家刚开始选人的时候 选了一个三射手 然后由于无奈 我家没有打野 我怕对面的这个打野 频繁的刷我家野怪 然后导致经济崩盘 我去打了这个打野的位置 打完之后呢 然后我家后裔开始疯狂打野 我也不知道他干好 然后我就又去了别的路 就去了别的路 当了一会儿 就直接当射手了 然后是我和我家这个 叫什么玩意 路班 我俩一上一下 然后注入安琪拉家 这个迷运 那这地方 他再一次送了一波 然后我们直接清点小编车 继续往前 边走边 然后这地方一个 一个评语带走 想杀我们的敌人 想杀我们的诸葛亮 一个大长没有定到后裔 但没有关系 继续跟 这地方挨到了 然后王长军给了我们一个控制 但没有关系 这地方继续往前评语 拿下三场 这地方往中路走 碰到荒木兰 一个一技能先推开 躲开他的这个击飞 然后一个二技能 加速继续评语 直接拿下四场 那这地方可以推一波兵线 或者是 这地方后边的这个 新鸣熊药也来了 但是他到这儿回去了 那就不用水了 然后我家后裔 现在给我来了一波 这波你 你这兄弟 我现在不要说你啥 你就老身咪着得了 不是你 我家现在能这样吗 大家花里胡哨的 那这地方先垫了两下塔 但是已经没有兵线了 然后扛了两下塔 之后发现自己扛不住 那直接准备回城了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敌人姐的 在网绕料里的背景故事 敌人姐是一个拥有 超高推理才能的人 对于他来说 任何复杂的案件 只不过是为了更大的取悦他 他断案的本能 就简直就像是 流淌在他血液中的本能一样 然后在他人生最贫困潦倒的时候 他为一个迷茫的法师少女 解答了他神秘导师的面目 和真正的目的 这一点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更加的匪夷所思 因为他只是通过 普通的搜查和取证 就证实了这一点 但是这也为他后来的前途奠定了辉煌的几义 即将军临大逃的女帝武则天 看中了他的才能 并分开为新的长安守护者 在这个宗室墨子建立的长安城内 虽然说 等会先看一下这一本 这一本后裔去杀我家一帝 然后我跟后裔竟然互换 还希望我家队友能守住吧 他要是守不住 我就比较尴尬了 在这个长安城内 虽然说风景无限 人民也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避免再乱的恐慌 但是背后还是有一些黑暗和阴霾的地方 等待人们去打破的 敌人杰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在地下世界 甚至就是用金钱和这个美食 还有高薪的诱惑 得到了李元坊的忠诚 然后李元坊成为他身边的密探 然后得到了一系列的证据 然后来挖掘地下世界所有的反抗者和贪官无力的罪证 将他们拉下马来 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 敌人杰被评委是女帝的忠犬 但是对于百姓来说 敌大人 在公堂之上的敌大人是无比庄严 而且特别恐张的 敌人杰在历史上也是确有其人 而且怎么说 跟这个王守荣耀里的背景差不多 也是武则天的手下 下属是李元坊 但是现实当中下属是不是李元坊 我不太清楚 那这地方抓了对面王老菊 直接杀掉王老菊 然后我看到对面的药来了 先直接拼A他 然后往后拉 那这个位置我家队友也上了 然后我这个位置一定要往后走 然后一个一技能推开 因为对面的黄木兰也来了 然后这里面黄木兰给我一个技能 我一个二技能 解除他的沉默 然后一个回手一个大招盯住 然后两下拼A带走对面黄木兰 也是直接换掉对面四个人头 完成一波一换四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问一句 我家这后裔刚好呢 我这扛不了了 我这打得挺辛苦 然后我家后裔正在那里站 然后前面也是因为他崩盘的 他哪路也不去 他就在那个野区转 然后等你给一块刷新 然后还把我这个招式技能骗了 骗成这个打野装妹了 这点尴尬 这地方也是拿下了暴君 然后我们推掉下面的高级塔 然后往回走 但是这地方诸葛亮 已经打下了对面的这个暴君 主宰主宰 这个地方 暗切拉在高级塔上 完成了一换二 还没死 还没死 这份没了 完成了一换一 他那个药有复活甲 那这地方我队长又发现投降 直接点个拒绝 这个地方我家敏锐 是在中路祸到时候 被一条三直接击杀了 这地方手里捏了一个大招 我现在 对面诸葛亮去追我家鲁巴了 然后鲁巴直接给周梁杀了 那么我们可以捉住推一本 但这个位置需要的是后裔做到守夹 他要是不守夹也比较尴尬 你这地方对面要来了 然后我两下平衡之后 要直接大招火去 然后配合我家鲁巴的伤害 直接杀掉对面这个星星 这地方没有血了 我原本想去打野怪吸点血 但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吸血的东西 就是这个龙 然后对面后裔从后面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有个王老君 我们二技能走出他大招的范围 然后直接两下平衡 带走对面的王老君 但是这地方有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没有兵线了 王老君刚才大招把兵线都清掉了 然后我家后裔 哎 我家后裔不守兵线 这在这晃悠 然后我家现在这个鲁巴开始了 后裔 你会玩吗 他应该是不会兄弟 这个 比较尴尬啊 因为我玩敌人节 我也不太会出招了 但是 哎我家后裔又来了一下 这波牛 他这个是 机器人吧 他好像就会说这一句话 这 这游戏 还有机器人 那这地方由于我家 杀掉对面星雄熊 我们现在中途退一步 然后这地方 被对面 打了一场仙 有点疼 然后我家鲁班杀掉对面的猪狗亮 然后我们这地方在后边 一个大招没飞到 那没有了 但是换掉了对面的王老君 嗯 比较烦啊 这把 这地方我其实想混成我妹的 我感觉这个打野刀 其实没啥大用 然后看了一眼 所有的那个装备方案 好像没有出打野刀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买点啥 我也把打野刀卖了 然后买一个这个影刃吧 但这样的话 我感觉也是凑不到 一百宝几吧 75.4 把这个也卖了 感觉 没啥可卖东西了 其实我应该把那个 换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提高攻击距离 试一下 我还没用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用 这要有用就好了啊 但是这要是没用的话 下边打输了 回来换种妹 不知道对面能不能舔得住 这地方可以看到攻速 现在是非常快了 因为引刃这个暴击加攻击速度 还有这个本身 装备自带攻击速度 已经非常高了 但是感觉 这把还是很难赢 我现在野区 一个野区我也没有 后边 后边发现了王老俊 但我这边发现一个花木兰 直接一个大招对落 然后一个二技能拖开 点开我那个新装卖 然后继续持续的 看能不能 哎 直接打死 荒木兰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 威胁不是很大 这地方站一下 因为刚才看到这个 哎 这个药伤害 有点搞 他好像纯暴击啊 我还没玩过呢 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说这个英雄没有用的 现在对面玩起来 感觉还可以 那这个地方 下次有机会 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这个纯暴击 和暴上的这个药 那这个地方也是啊 我们死完之后呢 其实对面也没上几个厉害的了 然后对面也是选择打暴君 其实这时候打暴君 我个人认为 没什么太大用了 因为基本上都身装了吧 很少也没有身装的了吧 除了我家后裔这种 这地方 尝试一下这个大破君 因为我也不知道出啥啊 但是我出完大破君之后 我的暴击几率只有55了 那这地方对面在上路集合 然后围追我家安琪拉 然后这地方安琪拉死了之后 我们清一下中路的线 然后看看红还有没有 如果红还有的话 这边还能打一打 因为我们现在挺需要这个减速的啊 因为 你没有减速的话 比较难限制对面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对面也是开始分腿 推上路高地 然后下放两个人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追死这个助量 敏玥还在追 但是追不死了 差点被反差 那这地方对面 那边上来人 但是要一个二技能失误了 并没有抓到我家的人 然后我家 敏玥 在卖 然后我家鲁班收掉对面人头 然后我这地方单挑这个荒木兰 然后给荒木兰 在服务价打出来之后一个减速 我先往后撤 这地方已经是打不了了 我没有血量了 然后敏玥也没有死 他回来了 死掉的只有主板和一个后翼啊 后翼没什么用啊 就 他连一个正常玩家的算不上啊 我让我这地方正常的清兵线 下兵线请清掉 因为这个地方兵线有很大的问题 那 啊 这地方对面出个量一个精神 然后加他那个被动 在精神的时候也会自动瞄准敌人进行攻击 然后直接给我带走了 那这地方有点烦了 还是选择一些装备的问题 我感觉我出的装备还是有问题啊 这个吸血应该是必须得留了 他这个双吸血应该是不能不能放了啊 所以说还是回归到原浅的这个装备 嗯 这样的话也不知道打到后期会是什么样 感觉 这吧 没啥太大希望 但这地方我肯定是不能投啊 我现在贼反这个后裔啊 啥也不干 然后就 大家一答案 我不知道他是不想玩的 还是他原本就是机器来着那种 第三方脚本来着挂机啊 有点烦啊 这个地方人头也是来到了43比507 但这个时候 其实人头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因为时间过了太久了 大家发育的都差不太多 现在人头唯一能造成的问题就是 如果你家见远了 对面可能会一般推上来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别的都还好 这地方我想拿一个这个篮 但是 其实我拿不拿都差不太多 这地方往后要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对面人 看到那边王手菊了 但是我这地方对面大龙刷起来 我怕他们动大龙 然后这地方 哎 米月杀掉了这个王手菊 然后后裔在上面 我好像可以动这个大龙 但是这地方猪猪打起来了 然后米月死了 那 我们继续啊 我们在中路拖一下对面 让鲁班一样再打大龙 但是 鲁班直接把大龙拿了 然后我发现了对面的后翼在这个地方 这时候一个黄牌定住啊 直接带走 我和鲁班现在伤害是绝对够的 然后对面新型熊牵上来 我们点了两下 新型熊直接走了 但没有关系 向后拉一下 然后继续往前赶 一个一技能回腿 但是追不上了 这地方就没有关系啊 我们看配合安琴拉 能不能把对面的这个高地上 再插一个 要不然现在话想赢其实也比较难 这一手 对手提示我去打暴君 我感觉没有用啊 暴君带来的是全队的经济和这个经验 我现在神转了 我不知道看到谁没神转 但我感觉都差不太多 这地方荒木兰切了上来 我们一个大招 但是他现在处于那个推腿的状态 然后大招没有用 一个解锁 我继续跟 再点两下 但是不太敢上了 因为对面的人都在 这地方 要上来打了我们安琴拉一套 然后我决定回头放一个 就A他两下 然后他也是 比较害怕 然后直接大招回去了 那这一手 因为没啥事干了 所以说打一下这个暴君吗 其实这一手 我家伤害是完全足够的啊 即使 怎么说 即使就是后继不在 其实我家伤害也够 因为我和鲁班 还有这个安琴拉的伤害是足够的 而且敏月出 半肉的话也比较能扛 其实翻盘是有希望的 但是我 现在最气的就是 如果这把真的赢了 我就属于 后继啥都没干 然后他就赢了 那这地方也是 敌方后继的下路 推我家兵线 然后我这地方把中路兵线请了 然后将兵线推进去 然后想办法去推上楼 这地方 对面也是选择 跟我们在上路打架 但是没有关系啊 你们都在上路 那你们家没有了 哎哎哎哎 哎 这招就很漂亮 大家在选择 玩这种射手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射手的攻击速度特别的快 然后攻击力也比较高 是有足够的机会 对手帮你拖延时间 你是可以赢的 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选择了 对面能威胁我的两个人 一个猪果量 一个荒 不是一个荒木兰 一个那个药 全部都在对面上路啊 对面后翼以为以 打我是比较费劲的 所以说就没有关系啊 那这样的话 直接推甲就可以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到这 差不多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 是这个王主荣耀 敌人节的第一视角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段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手段的下期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